大家好 今天是1月21日星期四收市之後 恆生指數終於到了30,000點 早在去年11月時跟大家說 26,800樓上一個區間是upside 3-4,000點 直到30,000點 想不到真的那麼直 也不需要半個月多一點 已經到了 當然短線累積升幅其實也挺多 RSI 反映一個超買、嚴重超買的水平 今早到了87左右 確實在現水平再追任何貨 或者尤其是指數相關的一些股份 直播率就真的不太吸引 不過呢 這樣看吧 北水的支撐大市 這是大眾的信仰 看回北水 今天由上個交易日正流入200多億 今天只是140、150億左右 同時間成交由3000億 縮回到2400、2500億左右 另外今天A股強於港股 究竟會否有多少資金留在A股 甚至乎回流在A股 這個可能是下星期需要關注的地方 不過呢 指數上回調的話呢 我預計29,400 和29,100 都是兩個重要的支持 只要這兩個價格不穿 仍然都是一個健全向上升浪 不過我就不會調高 恆生指數目標價 繼續看30000 但是呢 稍有跌穿294和291 就要小心了 了